小张提供了当时公司的搬迁通知 其中写着 本次搬迁由于时间紧迫 考虑到大家租房的问题 公司给予一起搬迁至总部工作的员工 两个月的房屋补助 1500块钱一个月 统一年底一并发放 小张说今天是过年前最后一天上班 他的这笔补贴却一直没到账 而对于这件事 公司老板的说法和小张的不太一样 我们补贴只是针对租房这部分的 我们叫损失的补贴 你没有损失我怎么给你补贴 我们租房都知道 你租房基本上都办 至少是一年一千 你有交押金 临时你说你要退房 或者你要重新租房 对员工来说可能是一笔损失 我们就考虑到这笔损失 我们就给一定的补偿 就这个意思 刘老板介绍 公司原来在宇航区蔚来科技城那边 搬迁是临时决定的 因为考虑到租房员工的损失 所以公司才提出这笔补贴 而小张并没有租房 自然是不能符合补贴要求的 小张表示自己确实没在租房 但他说通知上没有说到过这一点 这个通知是谁发的呢 是老板发的 人事发的 人事发的 那我们也跟人事去反复确认了这个信息 人事说当时这个情况也跟老板有沟通过的 然后包括就是说这个成本预算 也都有提交给老板的 确实是按我们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来这边工作的就会有这个钱 是因为我们当时的那个人是他的解读 包括说的他比较含糊 就是没有把他明确说出来 所以就导致他们有点误解 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他们有搬过来的大概有多少人呢 有几个了 有几个 这部分是可以的吗 对可以的 我们都有 这部分肯定有的 所以就是 包括我们之前 之前离职的两个人 他们搬过来 我们都给了 当时负责出通知的人事 现在已经离职了 不过记者还是联系上他 进行了核实 当时在你定这份合约的时候 只是说跟公司一起过来工作的人 到年底没有离职的 然后还在公司的员工是有的 那具体也 其实也没有牵扯到说 一定要租房 租到小张来 那这项是其实当时是没有明确的 我说的话 我一直都认 我没有我不认的 但是我没说的 说东西 你让我认 我怎么认 现场刘老板和小张 再次进行了沟通 但仍然没能达成一致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